好,各位紀律名伙,大家好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紀律0B的活動 然後第一次來提案 當坑主 這個名稱非常的有趣 那我是口袋國會的Joshua 然後我們希望來提的案子是 立法院有一個東西,有一筆資料叫做 預算審議的附帶決議 這個部分就是立法委員他們在開 預算審議的委員會或者是到院會的時候 他們會對於一些立法院的決議案提出附帶決議 那這個部分呢 是在立法院現在的open data裡面 還沒有被以開放資料釋出的一筆資料 那我們要去哪裡找這個資料呢 那這個提案基本上以第九會期為主 那原則上一個會期有四次預算會期 那我們其實並不清楚 到底一次預算會期會有多少筆的附帶決議 所以可能四個會期 四個預算會期也許 每個會期有上百筆 加起來也許上千筆 或者一個會期只有幾十筆 加起來並不多 所以我們先以第九會期為主 但是如果心有餘力 搞不好我們可以把整個立法院現在有的 這個議事錄跟公告上的 預算的附帶決議全部做完也有可能 那這些資料最重要現在是在立法院的公報 或者是各委員會的議事錄上 但是因為它的原始資料 都是用照相製版 或者是PDF這種形式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拿來應有 沒有辦法拿來加值 那我這邊有幾個案例 比如這第一個案例就是對於一個 國防部預算案的一個凍結的附帶決議 然後第二個案例是對於 電費預算編列有附帶決議 第三個對於漁業特別有一個補助 修與補助相關的附帶決議 那這些在立法院的公報上有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變成一個開放資料的形式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忙 那我們可能需要建置這些MetaData的欄位 然後這個提案的意義跟應用就是 這些附帶決議其實如果沒有辦法被抓出來 它都是隱藏在立法院的公報裡 那其實就不夠透明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監督 那特別的是 立法委員他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所提出的這些附帶決議 或許會跟他們的從政行為有關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建置出來 可以去比對他們的政治獻金 法律提案 遊說等等的從政行為 那加強官政的透明監督跟課責 那我們的需求第一個就是 需要爬蟲高手把這些資料撈出來 然後需要資料整理的幫手 那我們的成果 成果會公佈在我們Pocket Congress的網站 那如果大家還有覺得這個專案需要哪些人員的話 歡迎大家都來幫助 好,報告到這裡,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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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